第九十九集,蓝陵城中,并没有二人想象中的热闹,大概是最近无有凶事出没的缘故,大街上行人不是很多,也大多行色匆匆,神色略显慌张,本以为,酒楼里也会是一番生意萧条的景象,出人意料的是,里面居然还有不少客人,魏无羡扫了一眼,虽然不认识,但是看人身上的穿着,应该是各式家不用当职的弟子。 酒和菜,对于从小娇生惯养的魏小少爷来说,只能算是凑合,不过小曲唱得真心不错,女孩的声音说不上甜美,却别有一番无浓软语的意味。 在魏无羡原来的世界,她外婆就是典型的江南女子,时常会哼唱一些词意缠绵,取掉悠扬的小曲。 二人听得入迷,并没有发现,不远处的一桌子人,正在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们两个。 确切地说,是在打量魏无羡,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如此眉目如画,明媚娇俏的男孩子。 看年纪,看身量,应该是尚未成年,眼神纯真成澈,一眼到底的干净。 老大,那两个小子虽然没穿世家校服,可他们身上的衣服,却都是上等的料子。 想来,也是富贵人家出身。 在修仙界,各些门世家,都有他们统一的校服,无论是外门弟子还是亲贱子弟,都必须统一着装。 比如,姑苏蓝氏的母鹅鱼卷云纹,清河面氏的寿纹,以及蓝绫金氏的金鲜血浪牡丹花纹。 然而,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总有那么一两个人,不按套路出牌。 魏无羡除了想秀爱的时候,才会穿姑苏蓝氏的校服之外,平时更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。 加之他从小淘气顽劣,上树爬墙,下河摸鱼,整天把自己滚得像一颗鲁蛋。 一开始,蓝企人还试图纠正他的穿衣风格,直到亲眼目睹了。 他把素衣如雪的校服,穿成了五彩斑斓的黑之后,就默许了他的穿衣自由。 而聂怀桑不穿清河念氏的校服,单纯就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。 赤锋尊念明诀,武力直排仙门十家之首,他的亲弟弟念怀桑,则直接是垫底的存在。 富贵人家的公子哥,身子才娇柔嫩滑。 那些从小干粗活的,身子硬邦邦,手感粗糙至极。 滑溜溜,香喷喷的身子,摸着才过瘾。 被称作老大的人,一手摸着下巴,不怀好意的目光,如去尸骨的粘在魏无羡脸上。 恨不得用眼神把人身上的衣服给扒下去。 嘻,嘻嘻,嘿,嘿嘿。 一阵不堪入耳的吟笑声,在酒楼里响起魏无羡眉眉头皱起,微微侧目看了那一大桌子的人一眼。 见魏无羡眉看过来,那个老大冲着人无比轻挑的挑了挑眉毛,露出一个自认为风流倜躺魅力无羡的笑容。 魏无羡只觉得魏里一阵翻滚,有一种想吐的冲动,赶紧转过身,愁愁念怀桑那张脸,来缓解那种恶心至极的感觉。 平日里在云深不知处,看到的都是雅正端方之人,就算是那些师兄弟,也是五官端正,举止温文。 这世间,怎么会有如此油腻丑陋之人,长得难看也就算了,还一脸的淫荡,简直是癞蛤蟆趴脚面上,就算不咬人,看着也恶心。 那一桌的人,见魏无羡不为所动,以为是一只软弱可欺的绣花枕头,言喻更加放荡。 魏兄,我们还是回去吧,这乌言慧语,实在是不堪入耳。 若是让我大哥知道,我带你来这种地方,真的会扒了我的皮。 聂怀桑掏出一大块银子,放在桌子上,起身准备走人。 小公子,别走啊。 哥哥请你喝酒,想吃什么随便点。 魏无羡刚要起身,一个看起来绑大腰圆度满肠肥的身影,挡住了他的去路。 正是那个,被人称作老大的癞蛤蟆。 小,你看本少爷哪里小,魏无羡缓缓站起身来,垂眸俯视着眼前的土肥猿。 众人谁也没有想到,看起来轻瘦小巧的一个人,站起来身高居然如此出众。 直接比他们老大高出一头,压迫感瞬间扑面而来。 腰,想不到小公子身高如此优秀。 这大长腿,这小细腰。 跟哥哥走,哥哥带你开开眼,见识见识。 嗯,嗯,那蛤蟆物质滔滔不绝的时候,上唇和下唇突然粘在一起,无论他如何用力,都张不开嘴。 这位公子,你想让我见识什么?魏无羡一脸无辜地看着人,趁人不被凭空画幅,悄悄拍在人腰眼处。